有關北京空氣污染問題 近日在日本引發強烈關注 日本福井縣路原市21日表示 因為擔心空氣污染影響身體健康 決定取消派遣學生史結團 訪問友好城市中國紹興 中國社科院公布最新調查報告顯示 現行的養老金雙軌制中不公平現象嚴重 引起縣民炮轟要求加快改革 中國湖北省自20日起連續兩天 發生一名啃指男咬住路原的手指不放 直至斷指的事件 目前已知有兩人受害 受害者包括一名7歲男孩 左手拇指被咬斷 另一名巴旬老人右手食指被咬斷 中國四川有一名43歲男子黃昌青 能以身體傳導250伏特電壓 甚至還能將香腸烤熟 一般正常人最多僅能承受30伏特電壓 但黃昌青卻能夠承受 常人7倍以上的電壓 新唐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我們下載到